北京的御元坛公园在日前展出的一只巨型冲气蛤蟆 被中国老百姓笑称神似前中共党魁江泽民 虽然这只蛤蟆两天后就在暴风雨中瘪掉了 但是相关的消息却在网上持续发酵 尽管中国大陆一些门户网站删除了相关的报道和帖子 但是中国民间恶搞江泽民的这一绰号 由此却引发了西方媒体的兴趣 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7月19号北京御元坛公园湖面上出现了一只高22米 底部长34米的充气黄色大蛤蟆 据了解主办方声称是为了给市民消暑活动增添视觉亮点 给游客送上一份喜气放置了这样一只所谓的金蝉 同样是浮在水面同样是黄色同样巨大 这只充气蛤蟆除了有山寨荷兰人霍夫曼创作的黄色小鸭之嫌 许多网民也对他的设计不敢恭维 不少网民说充气蛤蟆太丑了毁人三观 也有不少网民计笑大蛤蟆的样子很像中共前党魁江泽民 并留言说这算是出来亮个像吗 这让三代表情何以堪 大陆前江晚报一篇评论文章标题为 大黄鸭风靡世界大黄蛤蟆呢 匹充气蛤蟆给人印象糟糕 做法非常之猥琐 明明是只蛤蟆非说是金蝉 明明看着很恶心 非说很祥瑞非常之无聊 大黄鸭和大黄蛤蟆只是几个字的差别 一个载入史册 一个留下骂名 掌视蛤蟆或许有用意啊 就是习江斗其中一种手段 民间这么多年以来 都把江泽民叫做江蛤蟆 其实反映出来的是民众对他的一种憎恨 习现在有可能就拿他们 就直接会指向江泽民 从这样一个方式 在气势上打压江泽民 从形象上侮辱江泽民 从这个版面上的挑战江泽民 告诉江泽民 在北京乃至于在这个整个的中国 还有党内和经美 现在唯一能指控的 那就是习 除此之外也无他人 不过这只大蛤蟆只露面两天 就因暴风雨袭击漏气趴下了 趴下的蛤蟆图片在网上热传 随后新华社和大型新闻门户 删除了相关报道 很多相关帖子与评论也被删除 如果民间不联系到这方面的话 他们也就不当回事了 但如果联系到政治人物 联系到掌权的当今的这个 中共的官僚权贵 那他商出信息又是很自然的了 虽然大陆有关冲启蛤蟆相关报道和评论被删 但是事件却引起了外国媒体的关注 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 电讯报 美国纽约时报和法新社在内 多家西方主流媒体都报道了 江泽民被中国民间恶搞的这一绰号 英国电讯报说 当周末的暴风雨令这只蛤蟆 瘪掉一部分之后 他倒下的脸浸入水中 人们开玩笑说 这预示着87岁江泽民的健康 法新社的报道则说 围绕江泽民的谣言纷飞 一些报道说在反腐运动当中 现任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 再瞄准江泽民的一些同盟 旅居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人士张建认为 处理江泽民不能只靠习近平 中国民众的力量很主要 毕竟是江泽民曾经担任中共的领导人 江泽民那一个时代 所有的问题都会介入出来 这也不是一个小事情 也是习近平现在最为担心的一个事情 他不一定得到反对的 其他大佬的支持 行不上常委呢 虽然现在已经是打错了 但是想拿下江泽民的话 可能难度非常大 像这样的人 他毕竟是得到中国人民的清算 而且我相信会很坏 22号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在博文中指出 在人类历史上 从中国到外国 很少有皇帝或是国家元首 像江泽民那样 还没有下台 卖国淫乱的丑闻就已经变天下 成为民众嘲讽和咒骂的对象 被民众称为老不死的江泽民 他苟延残喘的一个原因 或许是正在等待一场 世纪大审判的到来 是正在等待一场